法國總統馬克龍週三表示 他訪華期間在多個場合 向習近平提及香港問題 敦促北京與香港對話緩和局勢 與此同時 英國議會成立 香港跨黨派國會小組 與港人站在一起對抗中共暴政 制裁施虐者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 在多個場合向習近平提及香港問題 馬克龍強調 這不僅是法國 也是歐洲的擔憂 香港反送中抗議持續近五個月 不斷上演警方暴力對待示威民眾事件 大量逮捕示威者 甚至兒童 日前 香港抗議者打出萬國旗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局勢 週三 英國國會跨黨派議員 宣布組成香港跨黨派國會小組 促進香港民主捍衛香港人權 英國上演議員奧爾頓勳爵 要求英國外交大臣表明 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保障香港人民尋求英中協議承諾的普選權 與香港站在一起 組織表示 這個史無前例的舉動 展現英國議會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對抗中共保證 制裁施虐者 新唐記者李梅 田瑞綜合報導